这个十岁的女孩 白天要背着五十斤重的辣椒 来来回回走十几公里路 卖钱给奶奶治病 晚上奶奶却拿剪刀 偷偷进她的房间乱扎 今天带你们走进大山深处 看看那些留守儿童和空潮老人的人生 一个小女孩背着一大箩筐辣椒 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她叫小等 自从爸爸意外去世 母亲带着妹妹远走她乡后 十岁的小等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 炎热的日光晒得她头脑发晕 路上她遇见了庆生老师 庆生老师是村里唯一一位老师 因为小儿麻痹 腿脚不太方便 可是她看到年纪轻轻 就这么辛苦养家的小等 觉得自己并不算什么 她帮小等卸下辣椒筐 这辣椒筐 重得连她一个成年男人 几乎都背不动 可小等却说 没事 庆生老师 我还有匿契 庆生老师心疼 转而问了奶奶的情况 小等低下头 欲言又止 最后只说自己 要去赶急了 庆生老师也了然 帮着小等背好辣椒筐 看着小等远去的背影 又心疼又无奈 小等走走停停 一路到了集市上 把辣椒卖给小贩李老板 李老板看她小 好欺负 就少给了她八角钱 小等据理力争 大声喊道 八角钱可以给奶奶买两块几层面呢 小贩听了后 貌似不忍 给了她两块钱后 白手让她快走 但是小等追了上去说 你老板我不要两块就要八角 村里的村委主任周妖爷 看见了这一幕 问等怎么回事 知道小贩多给了她钱 连说 小等发财了 可小等却让周妖爷 把多出的钱还给小贩 没有没有 奶奶说不是我的东西 一分一理都不能要 周妖爷看着认真的小等 心声赞许 连连答应 回到家 奶奶的病又犯了 疼得大喊大叫 小等赶紧给奶奶拿药 又哄着奶奶吃饭 由于没钱 只有一个酸萝卜 小等喂着奶奶吃饭 奶奶吃了一口 就吐出来 小等只好安慰道 奶奶 先生到此几口 等下我们可以 向医院看病的时候 小等给你撑入 吃好不好 奶奶这才吃了几口饭 但是一吃就全身疼 奶奶得了重病 只有靠止痛药度日 但是止痛药 吃多了就有副作用 小等让奶奶坚持一下 但是奶奶饿狠狠的 快吃辣呦 我疼啊 你快吃辣 这下小等实在没办法 只好拿止痛药给奶奶 吃了药奶奶双眼含泪 说她只有小等一个人了 没有小等她怎么活 小等也红了眼眶 虽然奶奶老是嫌弃她这那 但是小等没有放弃过奶奶 为了让奶奶到大医院治病 小等更加拼命的干活 摘辣椒拿去卖 干瘦的小身板背着一大锣筐辣椒 走路走的鞋子都磨破了 这天她遇到了庆生老师 她看着小等满头大汗 也绝不喊累的样子 十分心疼 便提出自己买下小等所有的辣椒 可是小等却说 你一个人能吃得完 这一筐辣椒呀 庆生老师无奈 觉得能帮一点 是一点 她拿出新鞋子 蹲下来给她穿上 嘱咐她干活的同时 一定不要忘记学业 小等感觉有些愧疚 说 不是好学生 庆生老师很严肃的说道 好学生 这么小就当家了 谁说小等不是好学生了 小等听完 轻轻点头 眼神也变得接抑起来 她一定要照顾好奶奶 也要好好学习 绝对不辜负庆生老师的栽培 在集市上卖完一轮辣椒 小等打算趁着天还没黑 再去辣椒地理斋 路上遇见了周妖爷 小等正正的看着周妖爷 眉尾处的伤疤 原来小等的妈妈走之前 欠了一大笔钱 周妖爷带着人要拖走 家里的猪底债 那只猪是小等的学费 奶奶为了让小等继续上学 生气的拿起扫把 就往周妖爷头上砸去 周妖爷连忙逃走 他心里十分清楚 小等家的情况 并没有责怪小等奶奶 反而暗地里 经常扶持着小等一家 对此十分自责的小等 拿出刚卖辣椒赚的钱 递给周妖爷 一是觉得对不住周妖爷 二是他觉得 只要快点把钱还上 妈妈就愿意回来了 可周妖爷却没有收 决定让小等留着钱 给奶奶看病 小等纠结过一番后 还是决定留下钱 看着诚恳善良的小等 周妖爷下定决心 要帮帮他 这天周妖爷来到家里找小等 但只看到坐在院子里的奶奶 奶奶对周妖爷没有好感 骂了一声站起身来 没想到却不慎摔倒在地 周妖爷一惊 赶紧把他送到诊所 医生对周妖爷说 奶奶的病这里看不了 但周妖爷看着小等急得都哭了 便安慰他说 奶奶没什么问题 先给妈妈打个电话 小等匆忙来到周妖爷的办公室 用坐机拨通妈妈的电话 可电话那边却只有一阵盲音 小等紧紧抓着电话 皱着眉头 心里又失落又生气 妈妈为什么不接电话 周妖爷看着难过的小等 暖心安慰他 恐怕你家妈妈没有下班 要不然呢 老板不准员工打电话 周妖爷承诺 小等要是想打电话 可以随时来 他一分钱也不收 小等点头 他觉得人生又有了希望 几天后小等给奶奶买完药 再也忍不住 跑到周妖爷的办公室 想给妈妈打电话 可周妖爷却说 妈妈的电话 只有在早上上班前 晚上下班后才能打通 小等犹豫了一会儿 便坚定的说 我想在这里等到妈妈下班 那怎么行啊 天黑了 一棍走三路 你不怕呀 不怕 说完小等固执的坐在长椅上 一副不给妈妈打电话 不罢休的样子 周妖爷看着执扭的小等 叹了口气 等到天黑了 小等终于可以拿起电话 再次拨给妈妈 这次电话拨通了 可那头却传来一个男人 冰冷的声音 说小等妈妈已经下班回去了 听到再次被挂断的电话 小等心中的思念 害怕和委屈终于决堤 他再也忍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夜里的寒风吹着小等单薄的身子 他一个人走在山路上 边哭边喊妈妈 他甚至走到河边 看着水里的倒影 都能想起妈妈跳舞的样子 他好像听见了妈妈在对他说话 小等 你看妈妈跳得怎么样 他瞪大了眼睛 对着水面喊道 妈妈 妈妈 可不一会儿 倒影消失了 妈妈也不见了 他才明白 妈妈根本没有回来 这种得到了 却又失去了的痛苦 让他哭得撕心裂肺 深夜时 奶奶鬼鬼祟祟的打开小等的房门 拿着剪刀来胡乱挥舞 不停地叫着 杀 杀 小等一下子惊醒了 对着奶奶大叫 奶奶回应了一声 但是仍然拿着剪刀 不停地舞动 大叫着 杀 看着捂着剪刀的奶奶 小等吓得转身就逃 一路奔跑到村口的桂花树旁 她紧紧抱住那棵桂花树 痴痴摇望着村口的方向 大声喊着 妈妈你快回来吧 可是周围一片寂静 小等崩溃大哭 就这样 小等在桂花树旁睡着了 清晨 庆生老师和学生 一起发现了迷迷糊糊的小等 他口中还喊着 庆生老师心疼不已 这孩子跟十年没睡过觉一样 他立即把小等带到自己家 让他在床上睡觉 自己在屋外教学生上课 课程结束 小等还没醒 这一觉他睡得十分安稳 老师把小等摇醒 他醒后第一件事 就想到奶奶 连忙跑回家中 发现奶奶躺在椅子上 昨夜的恐惧一早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失去奶奶的害怕 他急忙冲过去摇醒奶奶 奶奶哆哆嗦嗦的说 他要疼死了 让小等去拿止疼片 吃过药的奶奶 泪眼朦胧 抱住瘦小的小等 他说自己巴不得一觉醒了 不再醒来 活着就是受罪 小等紧紧抱住奶奶 比起神志不清的奶奶 他更害怕冰冷的 一动不动的奶奶 想到这儿 小等佯装生气的 要奶奶保证不再说死的事情 奶奶连声安慰 此后小等照常干活 可是这天 周妖爷告诉他 小贩把辣椒压价了 这一筐 连五块钱都卖不到 不过周妖爷 愿意以平常的价格 收购这些辣椒 小等知道 周妖爷这是在帮自己 有些不好意思 周妖爷为了逗小等开心 随手拿了一个辣椒 往嘴里塞 结果被辣的 脸都变了型 小等开朗的笑了 可突然脸色一变 小等蹲下来 捂住肚子 周妖爷一看就知道 小等早上 没有好好吃东西 可能胃疼了 好心的带他回家吃饭 还送给他一把面 让他回家煮给奶奶吃 懂事的小等 不断感谢着周妖爷 回家后 立马给奶奶煮了面 可奶奶却硬是不吃 说要等小等的 爸爸妈妈妹妹们 一起才吃 无奈之下 小等走到院子里 哭着大声喊道 小等越喊越难过 泪水不断滑落 因为他知道 不管他怎么喊 都不会有人回应他 乌云密布下 空旷的土地上 只有小等 死心裂肺的哭喊声 回荡在大山中 一直到晚上 小等才擦干眼泪 走到奶奶房间 没想到 他竟然看见 奶奶竟然手里 拿着剪刀 睡过去了 小等惊讶地捂住嘴 似乎想到了什么 回到自己房间 小等把窗 弄成有人睡觉的样子 自己却躲到角落 如小等所料 半夜 奶奶又拿着剪刀 到小等房间 对着被子 不断乱刺 小等醒来后 发现被子 已经被刺破了 好几个大窟窿 心脏控制不住地 扑通乱跳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等满面愁容地 走到院子里 可奶奶似乎忘记了 昨晚的事情 还难得温柔地 叫住小等 细心地给小等 抒起了头 扎起了辫子 嘴里还称怪着 小等看着正常的奶奶 心情十分复杂 表面上 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内心的恐惧和害怕 却绞坐一团 白天奶奶坐在椅子上 看着小等干活 可一到夜里 奶奶又拿着剪刀 在小等房间挥舞 小等看着表情 猙獰 越发蜂魔的奶奶 再也忍受不了 连夜跑到庆生老师家 他觉得 上次他在这里睡得很踏实 便逐渐产生了依赖 庆生老师犹豫再三 最终答应了他 看着睡在椅子上的小等 庆生老师把他着凉 细心地把他抱到床上 庆生老师看着熟睡的小等 心想 这孩子太苦了 老睡他这儿也不是办法 于是庆生老师趁小等睡着 自己去了小等家 看看情况 没想到还没进门 就被神出鬼没 精神不正常的奶奶 吓得摔倒在地 连滚带爬的跑回了家 庆生老师终于理解了小等 并答应收留小等 小等高兴极了 白天干活 晚上补课 还能睡个安稳觉 这个老师在农村教书好几年 教室就是他的房间 住着破房 吃着白米饭 这天房间里 跑了一个女孩 女孩还说 在他那儿睡了两个月 老师人骂人面兽心 金屋藏娇 一个银贼人人喊打 这是为什么呢 村里的会计来到庆生老师家中 问他需不需要安装电话 屋里的小等一听 安装了电话 妈妈的声音 就可以通过电话线传过来了 他迫不及待的冲出来 对着会计喊道 庆生老师装 一定得装 会计看见单身的庆生老师 家里竟然有个女学生 惊得摘掉了眼镜 这老师在搞什么 他心里一堆龌龊的想法 会计告诉周妖爷 还对天发誓没有看错 周妖爷也误会 一怒之下 找到庆生老师 两人差点打起来 幸好小等出面拦住 一再解释 庆生老师是在帮自己 因为奶奶晚上拿剪刀乱扎 周妖爷这才发现 是自己做错了 为什么没有先了解情况 就下定论 感到十分愧疚 庆生老师家里 终于顺利的安装了电话 小等兴高采烈的跑回家里 迫不及待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奶奶 他摇着奶奶的手臂说 可床上的奶奶 却没有任何反应 双眼紧闭 小等意识到不对 慌张的抓起奶奶的手 彻骨冰凉 奶奶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小等泪流满面 不敢相信 继继续摇晃着奶奶的身体 外面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小等站在院子里 淋着雨 奶奶死了 难过 害怕 无助 所有情绪涌上小等的心头 她不敢面对一个人冰冷的奶奶 冲出院子 不顾暴雨一路狂奔到了庆生老师的家 她在门外拼命地敲着门 哭着喊道 小等害怕 可这一次 庆生老师再也没有给她开门 她害怕了 上一次的误会 让她记忆犹新 她刚洗清嫌疑 不能再让人误会了 面对苦苦哀求的小等 她面上十分犹豫 却还是咬咬牙 紧闭家门 小等走投无路 只能示魂落魄地在雨中走着 路上 她看到一片被雷劈断的电线 要是电线断了 就不能给妈妈打电话了 小等拿起电线一头 想要连接两根断了的电线 就在这时 始终不放心小等的庆生老师 及时赶到 惊呼 庆生老师一把推开了小等 没想到自己 却被电挡在地 小等看着地上的庆生老师 悲痛欲绝地呐喊 不久后 小等妈妈带着两个妹妹 回到了村口 妈妈 一声殷切的呼唤 在山林间响起 小等这部电影 改编自作家萧琴的小说 暖 影片中的小等 是无数大山中 留守儿童的缩影 他们的父母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农村 去外地打工 留守儿童 很少能得到父母的温暖和呵护 这种现象 甚至现在 一些农村地区 依旧存在 有多少孩子像小等一样 白天干活养家 晚上挑灯夜赌 又有多少孩子 哭哭等着父母的来练 对着水中的倒影 都能幻想成父母回家了 又有多少孩子 在自家院子里 大声喊着爸爸妈妈 却无人回应 他们中的有些人 等到了父母回家 有些人 则一辈子也没有等到 为了写实 电影中的绝大部分演员 都不是职业的演员 有些甚至是 大山当地挑选的 包括女一号小等 这一角色 他们的演技并不成熟 可他们所演绎出来的 留守儿童和空巢 老人的生活问题 教育问题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